Hello 各位好,又回到Minecraft的極限生存 大家眼前這個建築物就是我幾經辛苦建出來的小木屋 但是還未完成,你會看到只有一個小小的草稿 只要我用小小的木材填一些洞位置就完成了 另外也想跟大家報告的一件事就是 在我附近突然出了兩個流浪雙人 一個就是換到叢藍木、染料等等的東西 另外一個就是這裡 螢光石、染料和南瓜種子這些基本上都是稀有的 有些基本上就已經有了,譬如南瓜種子這些我很多 但是不要緊的 至於這個,螢光石就屬於我覺得比較稀有一點 因為如果你要有的話,你要去地獄去掘 都會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遲些我將會去引一些村民回來 建一個村莊 又或者是 來生產一個綠寶石 從而量產螢光石 甚至其他的材料 那我就有這個打算的 遲些就會建一個 這樣的東西出來 而另外這裡我種了少量的木 譬如這些橡木的木材 這個橡樹的木材 還有這個白樺木 那這裡就會做一個 一個種樹的區域 而這一邊就有一些農藏物 這些是在村莊搶回來的農藏物 你會看到一些紅菜頭 一些小物 一些蘿蔔 一些薯仔 薯仔好像有沒有呢? 好像沒有也不奇怪 那這裡等遲些就會做一個農場圍蘭之類 那帶大家去到看我家先啦 那家正門就是這個位置 OK 那進來呢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排的 一些工作的一些方法 譬如是一些煙燻爐 高爐 熔爐 這些基本上都已經放在這裡 另外這個我就弄出來切石機 打算在裝飾方面有用 但是可惜就不太實用 暫時來說 OK 那這邊就放了一張床 然後放了一個 放了一朵朵花 沒什麼特別的 OK 那現在我們就砌這間屋去啦 先給 麫葳 你要來 讓你們沒錯 你們 在這間屋ali 這麼所掃的 應該是 得心 千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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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網看過營火不會因為下雨而影響到它的火 所以我已經大功告成了 另外應該不會有燒燭的問題 我也怕怕,可能要檢查一下究竟會不會有燒火 因為木頭也很接近,相差一格距離 我怕到時回來整個屋不見了 我上網看了一看,應該不會有燒火的情況 原來有隻骷髏骨頭在旁邊 不過我先看看,現在我的火就靠近紅磚 而和木就相隔一格距離 應該就沒事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事 我儘量隨時隨地看著家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經驗 如果有的話記得跟我說 究竟這個營火會不會引起火災這個問題 如果有的話記得快點留言跟我說 因為我勝命在大家的手中 OK 今集的Minecraft的生存系列就來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這個極限生存 再見各位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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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